欢迎来到最爱看影片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 淡水十大美食 让我们看下去吧 第十名 巨无霸冰淇淋 冰淇淋是大小朋友最爱的甜点美食 淡水巨无霸冰淇淋也相当有名气 超长冰淇淋已经不是到一只转了几圈 非常吸睛 夏季炎热 几乎来逛淡水老街的旅人 都是人手一只呀 淡水巨无霸冰淇淋在淡水老街里也非常多分店 相当浓郁的巨无霸冰淇淋 还有九种口味可以选择 玩十一只冰淇淋 想必相当过瘾低 第九名 冬容六号 淡水人气的店家之一 几次路过都是排队人潮 网络上的评价也很高 以献小卷和文子鱼为主打 喜欢吃海鲜小卷的朋友 来到淡水老街也可以尝尝看哟 第八名 淡水澎湖花枝丸 这件位在淡水小巷里的澎湖花枝丸 一串不贵只要二十元便宜又好吃 这间澎湖花枝丸在淡水非常热门哟 第七名 原味本铺主打古早味蛋糕 刚出炉的膏体超级绵密 入口即化 重点是干烙口味多了 干烙香咸甜美味度更加分 终于知道 为什么原味本铺的古早味蛋糕会这么夯了啦 真心推荐 走过路过的旅人 千万不要错过呀 第六名 阿摩的酸梅汤 淡水节可沁粮盛品 就是阿妈的酸梅汤啦 特别喜欢酸梅汤那清爽甘甜的香气 夏天炎热 又在淡水老街逛街吃美食 这个时候来一杯冰凉的酸梅汤 真的非常消熟节眉呀 第五名 亚麻小米葱饼 纳馅煎的饼皮 味道真的好香 亚麻小米葱饼香酥脆口 入口香味十足 而且愈吃愈香 葱饼也不会太干 第四名 广东肠粉 用纯米研磨现点现做的肠粉 口味选择也很丰富 主打招牌是牛肉蛋和鲜虾蛋 出餐满满一大盘 现做肠粉 真的是有够Q 口感相当软嫩 还吃得到蔬食和青菜 再搭配特调的酱汁和油葱 建议有来淡水的朋友 一定不要错过啦 第三名 淡水可口鱼丸 坐落在热闹的淡水老街里 每次路过也都是大排长龙 但水可口鱼丸贩卖的品相非常简单 就是鱼丸汤 鱼丸馄饨汤 肉包和馒头 可以外袋也可以在店里用餐 肉包一颗是铜板价10元 鱼丸汤和鱼丸馄饨汤也都只要35 很多套客 来访都是点一套 肉包加上鱼丸馄饨汤 一套45元 就能吃得满保低 肉包没有很大颗 但面皮很Q 内馅肉块也很多汁 搭配鱼丸汤一起吃 比较不会太干 混沌也很好吃哦 第二名 阿香虾卷 阿香虾卷 也是淡水非常知名的小吃美食之一 阿香虾卷现炸金黄色泽 用看的就觉得好可口 一串三个才25元 真的好便宜 小摊饭前还有酱料让食客自己搭配 阿香虾卷酥脆口感佳 咬下还能听到清脆的声响 的确会愈吃愈涮嘴 在淡水老街上边吃边吃更是一大享受 第一名 淡水度船头阿给老店 一说到淡水美食 最有名的美食 当然是淡水阿给 阿给其实是日本语中 油炸豆腐皮的简称 主要就是将油豆腐中间挖空 再填入浸泡过乳汁的冬粉 以鱼浆封口 再拿去蒸 品尝时 再淋上特调酱汁 熬下油炸豆腐皮 多层次口感的阿 给搭配咸甜酱汁 真的非常好吃 内馅饱满的冬粉 整个吃碗也蛮有饱足感的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 欢迎订阅追踪开启铃铛 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